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冷飯說 如果有人看到大鯊魚奧尼爾 穿著一條Speedle粉色小泳褲 在洛杉磯的沙灘上漫步 那麼請不要驚訝 因為奧胖剛剛在女子沙灘排球的比賽中 被美女奧運冠軍組合擊敗 願賭不輸 作為NBA最具娛樂性的球星 奧尼爾在場外的趣聞 可謂是讓人眼花撩亂 2009年 奧尼爾參加了一檔真人實境秀 沙克來挑戰 節目的看點就是 奧尼爾要挑戰各個體育領域的頂尖高手 當然 為了讓比賽不至於一邊倒 有時奧尼爾會和運動員賽前協商 來增加對自己有利的規則 那麼認真起來的大鯊魚 是否真的有機會贏得挑戰呢 第一戰 拳王爭霸 在拳擊領域 奧尼爾挑選了四届世界冠軍 Shane Mosley作為對手 莫斯利綽號堂快 生涯49勝10負 包括41次KO對手 但是 奧尼爾具有壓倒性的身體優勢 他身高2米16 體重150公斤 而莫斯利只有1米74 70公斤 不過 兩人同樣是38歲高齡 所以在年齡上 算是一場公平的對決 而事實證明 兩人的正常表現 堪稱勢均勵力敵 帝國職貢 他在左手中的手中 他們要向他回歸 好棒哦 努力努力努力 好 另一手 讓他回歸 來 往後 我的天啊 Shaq被判断 The horse with those shots to the midsection Frank, step back, step back Shaq, strong early Shane coming back late Oh, and here we go again Big flurry by O'Neal Counter by Mosley To the body Uppercut by O'Neal Frank, step back, step back, step back Judge Dave Moretti scores the bout 48-47 Dr. Paul Smith scores the fight 48-47 And Judge Jerry Roth scores the fight 48-47 A unanimous decision For your winner Sugar Shaq Mosley 雖然奥尼尔在场面上不落下风 但是三位裁判可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NBA球员 在拳击场上也称王称宝 不过,如果奥尼尔平时没事多练了上勾拳 没准还真能将世界冠军拉下马 第二盏,沙滩排球 在女子沙滩排球领域 Carrie Walsh和May Trainer的组合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两人在零四年雅典奥运会 和08年北京奥运会蝉联世界冠军 为了击败他们 奥尼尔找来了男子沙滩排球的奥运金牌得主 Todd Rogers作为搭档 对奥尼尔有利的是 比赛的球网高度是2米21 仅仅比奥尼尔高5厘米 除此之外 Walsh跟剑受伤刚刚痊愈 Trainer又才刚刚生完孩子 所以这次的对决也算势均力敌 比赛3局2胜 每局首先得到11分的队伍获胜 第一局 奥尼尔虽然多次成功单手击球过往 但是因为力量太轻 对方可以轻松接球打出反击 这一局 女队以11比6轻松获胜 第二局 奥尼尔依然无法扭转局面 即便他派出卧室的老公帮忙出战 想从心里上击垮对手 但也于事无补 赛前 女队曾放下狠话 要让奥尼尔吃土 结果最后一球 奥尼尔果然很给面子 真就一头扎尽了土里 第二局 女队11比8再下一城 赢下系列赛 作为输球的惩罚 奥尼尔要穿着粉色的泳裤 步行两英里 游戒势众 第三战 田径比赛 闪电博尔特是地表速度最快的男人 而世界第二快的男人 就是泰森盖伊 作为美国著名的短跑名将 他在2010年的百米飞人大战中 以9秒84的成绩击败博尔特 打破了对方近23个月的百米不败记录 这一次 奥尼尔要在两个项目上挑战盖伊 第一局 奥尼尔跑30米 盖伊跑60米 奥尼尔以绝对优势轻松获胜 第二局是200米接力 Dewight Howard的友情客串 他代表盖伊团队完成第一棒50米 对手是已经退役的百米奥运冠军 Morris Green 第二棒100米 是两位NFL球星的硬碰硬 第三棒50米 奥尼尔要和盖伊正面对决 这一轮 哈威尔特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他竟然在起跑时击败了全世界冠军 最终奥尼尔一胜一负和盖伊平分秋色 NASCAR是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一项体育赛事 椭圆形的赛道让大部分赛车都能尽收眼底 每隔不到一分钟就有40多辆车 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 从眼前急驰而过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和气流的冲击 给人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震撼 这一次奥尼尔要挑战NASCAR的传奇王者 Dale Earnhardt Jr 比拼技巧耐力和速度 两人同时出发开10圈 但是Dale必须两次进站换轮胎 留给奥尼尔充分的超车时间 Shaquille O'Neal in the black car in the yellow car Dale Jr Green flag Green flag is out North here Go, go And they're on it Junior gets started quickly Shaquille O'Neal Around the half mile oval Dale's on him already Dale's on him already Oh, what a move by Dale Earnhardt Jr Get at final pit stop Junior's got the lead for now But can he get back on the track before Shaq comes around again Three to go Shaq take the lead More than half a lap ahead Three to go Another last lap victory Are they underestimating the power of the diesel though? Shaq digging deep Manny's driving hard Nice flag brother Last lap One lap remains Junior's 20 back Run your line Uh-oh Dale is right on Shaquille's tail now Shaq's in trouble Here he comes again Here comes Junior Outside High on the turn And close by O'Neal Junior has made up his pit stop time Deckard flag is out Dale Earnhardt Jr Defeat Shaquille O'Neal This match O'Neal最终遗憾落败 賽前 O'Neal曾觉得 Naskar只不过是开车绕圈圈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赛后 Naskar却成了他的噩梦 O'Neal要在狭小的空间里抵御高温 要在长时间的离心力下 保证脖子不会歪 还要高度其中精力 防止出事故 很多年后 每当 O'Neal回忆比赛的感受时 仍旧心有余境 我不会对很多事感到害怕 但是那天 我被吓到怀疑人生 我和 Dale比拼了50圈 那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三个小时 那场比赛后 我回家睡了两天 没错 整整两天 第五战 游泳比赛 这一次 大鲨鱼要挑战飞鱼飞尔普斯 赛制一共三轮挑战 两次自由泳一对一 一次混合泳接力赛 第一局 飞尔普斯要游一个来回 50米 但有5秒的优先启动时间 而奥尼尔只需用25米 从一头游到另一头即可 3 2 1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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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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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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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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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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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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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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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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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Felps has to come down and then work his way down and back the key will be the cardio of the big fella Shack moves Felps trying to close the distance here Oh Shaq, he needs to get on his horse O'Neal He's got about a half length lead Shaq working towards the finish Felps trying to catch up Can Shaq, O'Neal hold on Look at Jack Diesel 最终结果 O'Neal以0.17秒之差 遗憾落败 以总比分1比2 输掉了比赛 整个沙克莱挑战的五项运动 O'Neal获得了一平四负的战绩 看来就算是职业运动员 想要用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